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德云社又收获一位奥运冠军粉丝,真是可喜可贺 冬季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与优秀的成绩完美落幕 各位英雄们都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进行隔离 其中,首进获得者杨倩在连线采访中透露 在隔离期间,她看了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德云斗笑社 她表示,自己还没有去过现场看演出,所以算不上是德云女孩 但是对孟贺堂,周九良,秦肖贤都比较喜欢 因为她们很有趣,也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正能量 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去现场看看德云社表演 之前还看那个德云斗笑社 看来德云社冠军专场可以筹备起来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夸赞,孟贺堂也公开的回应道 由衷的钦佩奥运健二,也很惊喜自己能够得到认可 咱们一定相约俱长,不见不散 孟贺堂的表述中,不仅能看出来她是由衷的钦佩奥运健二 更多的惊喜是来自能够被她得到肯定 杨倩还说了一句话,德哥认为很正能量 因为她们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正能量,所以比较关注 但是没有刻意追星 我觉得她们身上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正能量 能带给我的一些能量吧 所以就会比较关注到她们 但是也没有说是去刻意追星 我想这也正是德云社演员所需要的 冠军的境界果然不一样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四天上午 杨倩在女子十米气不香决赛中 以251.8环成功射落金牌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她不仅拿到了冠军的称号 更是也打破了女子十米射击的记录 为中国的奥运历史增光天才 这不但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进 同时也是整个东京奥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紧接着杨倩这个名字彻底火了 尤其是当时的状态让人佩服 小啾啾丸子头加黄色小鸭子发侠 加珍珠指甲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切都跟她的心态息息相关 在赛后采访中曾说过 比赛时投入到自己的动作 不去关注成绩 绝对冷静的心态和出色的能力缺一不可 据说杨倩在2012年的 全国青少年射击赛训练时睡着了 启蒙教练于丽华感慨道 这个心态可不一般 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不止一次 2019年去参加全国锦标赛时 杨倩竟然睡过头了 导致高铁没赶上 最后不得不改签 这样的马大哈说明了她的心态很好 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 技术上都是一等一的 剩下的就是笔心态 所谓好事成双在杨倩的身上再次体现 在获得手金的三年后 她在射击团战中和搭档再次拿到了金牌 除了奥运冠军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学霸 作为在校生的她能拿到金牌 更是被不少网友牺牲为 杨倩简简单单的利用个暑假 就完成了暑期实践 顺手还带回来了两枚陈殿殿的金牌 而她的母校也在第一时间发来贺电 一时间风光无限 更是有不少人感叹 高学历加世界冠军 这才是人生赢家的标配 除了杨倩之外 德云社的奥运冠军 也不单单就此一位 前三位分别是用金牌 召唤郭麒麟的张雨菲 在直播间成功与秦小贤 连迈的李文文 和郭德纲张和伦 非常认可的狗力娇 由此看来 向来都不送票的德云社 在奥运冠军面前 看来是要为他们办一个专场了 接下来就坐等愿望实现吧 德哥也期待他们见面的一天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待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